下面大家继续讲 关于这个Apple大体上头 这个过程你了解就可以了 听懂了吧 绝对不会让你手动写给Apple了 这就是很现实的情况 绝对不会出现了 一般什么人写呢 一般真的是那种搞费言 搞汇编那种人 有可能是写 因为他什么呢 希望提升每一堆能力 但是咱们呢 作为Python开发者 是站在一个更快的一个 这个开发的角度角 逻辑理通了 能实现就可以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网址 有个网址 我在咱们课件里边 已经放上了 在Apple里边最下边 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参考网址 那么这个打开之后呢 就这儿 一个人呢写了个博客 写的还是不错的 挺好的 你可以看看 Apple的工作原理 这个地方 讲言证懂吗 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几个点 需要大家注意 第一个 使用了内层映射技术 什么叫内层映射呢 就是应用程序和内核 共用同一个内团 同一块内团 这叫MMP 应该之前的很多东西 叫MMU 也行 也叫内层映射 就讲言证 你用的这个 就是我用的那个 那么第二个 Apple采用了 基于事件的 就许通知方式 就讲言证 是基于事件的 而不是基于轮巡的 提升的效益 这么说理解了吧 有可能 你以后还会听说 像Select和Pool 很久之前 先有的Select Select是轮巡 听懂我意思了吧 而且Select 还有个数限制 就是不允许 超过多少个 简单言之 限制很大 那么Pool解决了 那个限制 但是依然是轮巡 最后发展就到 今天世界就是Epo Epo是怎么了呢 解决了你 个数的限制 解决了将来 你轮巡的方式 这就是今天 所常用的Epo Linux里边 用的就是Epo 为什么很多人 就在提 服务器会用什么版本 我告诉你 只要是电脑 当服务器 一般首先考虑 Linux Yama Unix 一般很少考虑Windows 如果你要是见到一个公司 用了Windows 直白来讲 那么做这个网站的人 就是他 没有考虑的真正性能 因为Epo 是先有了 有了Epo之后 其他的平台 比如说Windows 这个东西这么好 Windows也多一个 那么今天Windows 有一个遍体的版本 他是学的Epo来的 Mac也有个版本 就什么名字呢 不叫Epo 就换了名字而已 但是基本上都是模仿了 这个东西来了 这么说理解了吧 是Linux先有了Epo 效率大大提升 还导致了其他人呢 也是用的 讲言这句话 效率最高的 还是Linux里边的网络 Windows根本就不行 两个天地 但是做命 谁的天下 这个应该知道是吧 Windows和Mac天下 但是服务器 基本上都是Linux 要么是Unix 一般这两个 好的 大提的这个过程中听懂了吧 接下来 咱们就回到咱们的代码里边去看一看 那么用G Epo来实现 Copy 咱们Copy一份过来 咱们Copy一份 这个09 09 然后叫做10 然后Epo 实现 http.py VM10 打开 这里边干净什么事情呢 请问同学们 咱们按照这个图来对比 我是不是首先要建立一个 这样特殊的内团 对吧 那么这个内团里边咱们 一个怎么建呢 首先 你导入一个东西叫做Select模块 Select模块里边 你调用一个东西 可以创建这个对象 创建的对象 就指定的是那个内团 看着啊 创建 创建一个 这个Epo 对象 这个Epo对象 就对应于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蓝颜色的 共享的这个内团 这么做能理解吗 好了 怎么创建呢 Select模块里边的Epo 好了 这就创建完了 咱们为了能够找到它 咱们找个变量 来接受一下 我用了 我用了个EPL 至于你用什么变量 非你 我用了个EPL来指向 你刚刚创建出来 这个共享内团 怎么说理解了吧 我把这几个黄龙线拿走 好 请问他们 我现在的这个 有了 有了之后 我接下来的目的 想要用这个方式来实现 请问我是不是想办法 把这个坚定套机子 扔进去 是吧 怎么把坚定套机子 扔进去呢 也就是说 注册到 EPL 想要让这个套机子进去 同学 注意点 不能直接把那个套机子 扔里去 而是扔套机子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能力我想说什么意思了吧 扔套机子对象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扔里去 那就可以了 好了 怎么扔呢 你想把谁扔里去 我想把这个套机子 扔里去 你直接扔 不行 扔谁呢 扔它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那么首先我往哪扔 往EPL 指向了这个 EPOL对象里扔 第二 resist 这就是相当于扔 扔谁呀 我扔这个套机子 对应的FD 那么就是TCP ServerSocket 点FailNo 就是FailNumber 一个套机子 点FailNo 就可以得到 这个套机子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这么说理解了吧 就是对应一个套机系统 底层的一个硬件资源 或者是一个特殊文件 第二个参数 你将来去 让操作系统 去检测 这个套机子的时候 是检测一下收呀 还是检测一下发呀 听闻的吗 你把这个东西 扔到里面去 操作系统 是不是很自然 就知道对它 已经进行检查了吧 操作系统 什么时候通知你 是收到数据的时候 通知你 还是说你接下来 发数据的时候通知你 还是说你接下来 产生了异常的时候 通知你 是不是有一个要求了吧 什么时候 收到数据的时候 通知你 那么怎么表示收到数据的时候 来通知你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东西叫做 它 select模块里面有个东西 叫做epo 就是大写的 大写的 epo in 这个翻译为了啥意思 in 把这个附计一份 把这个附计一份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变成编辑模式 右击 粘贴 它就过来了 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示 监测 这个 是否有输入 要是有输入 请问他们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 套材系统 减上了这个套件 都有输入了 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有客户端 已经开始链接你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按理说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 作为程序一方 是不是应该是等着 这个哥们 是不是告诉咱们 这个已经可以用了 是不是咱们把它拿 拿出去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用它receive 或者是accept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来什么 嘴听 接下来怎么办呢 等待客户端的链接 异常 不是这个异常的方式了 好了把这句话往这拿 在前面 多一件事情 有个东西叫做 EPL.pro 这个pro 它默认会堵塞 这个pro默认会堵塞 堵塞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就听到吗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那会的时候都在这 请问 看着我在来边 我现在说一说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自己 做了个废读塞了吧 这个列表越大 请问从前面 咱们是不是将来 判断的这个次数 是不是越多 越多了吧 这是不是一个性能体现 还有一个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前的这四个套截 任何一个都没有数据到来 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收 那么请问 咱们为了能够保证 我先判断 判断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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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这个vile处 应该是一停不停的 待遇选 还记得吧 我什么那会颜色 0.5秒 到最后我连0.5秒 都给他干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 我为了判断 这个是否有数据 这个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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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爱得问 我就爱得问 你说没错吧 不管有没有数据到了 我那个程序 是不是一直狂转啊 那么这不就是 浪费资源的 又一个体现吗 你说是吧 有没有来数据 你的狂转 狂转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如果此时 我把这个监听套截子 白颜色的监听套截子 我放到里边去之后 我如果接下来 我再在这个地方 我问一问 你有数据了吗 没有再问一遍 你有数据吗 没有再问一遍 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资源浪费 你问不就是浪费吗 怎么着呢 你在那等着多好 你在那等着 他什么时候有数据了 操作系统 自动的告诉你 你接下来自己去做 其实 请问这个事情 是不是效率更高了吧 所以说你想要得到 操作系统告诉你 哪一个可以收 哪一个可以发了 通过你刚刚创建的 这个epot对象点破 可以获取 默认这个东西堵塞 默认 就是 默认会堵塞 堵 就是直到 os 告诉 os 再次检测到 检测到 数据 检测到 数据 到来 通过 通过事件通知 不是时间 是事件 通知方式 告诉 这个 程序 此时 才会 解 否则 否则一直卡在这 好了 通知 那么他有个东西 叫做返回值 他的返回值是谁呢 他的返回值是一个列表 里边有fd和event堵成的 我接下来找一个变量 就把它捆起来 好 通知 就讲远远的这个东西 来告诉你的时候返回一个列表 我就比较难 他返回列表干什么 他直接返回告诉我 谁可以用了 不行了吗 通知 他是这样的 如果他一次性告诉你很多个 是不是告诉你一次要 总比告诉你很多次 是不是效率更高 所以说 如果你这里边有好几个套件子的时候 那么他会 比方说 他同一时刻检测到 这个可以收了 这个可以收了 那么他就会有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里边就会把这个和这个 这两个一起告诉你可以收了 听懂了吗 因此他的返回值是个列表 他的返回值是个列表 那么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可以收 哪一个可以发了呢 接下来你复循环 这个列表的样子 这个列表的样子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 他里边是个原主 原主第一部分是FD 第二部分是Invent 是事件 那么我写一个中文的版本 就是 什么呢 文件 就是套接字 对应的文件 描述符 然后第二个 这个文件描述符 到底是什么事件 例如 例如可以调用 receive 接收 返回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容纳着 到底谁可以懂的 有两部分 第一个 标记谁 第二个 标记这个东西是可以收可以发 因此它列表里边是套的原主了 这么说理解了吧 这个地方当中理解 列表里边套的原主 原主里边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文件表现符 第二部分是事件例行 好了 那么接下来请问同学们 我for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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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D invent 类似的 请问 我的XXXX 是什么 是不是原主 是原主 我接下来我自己把它拆开 怎么想 FD 逗号 invent 这意味着啥 他们 我每次取出来的是一个原主 我把这个原主 是不是立马给它拆成了两个变量了吧 是个道理吧 拆包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他们 就说这个已经解堵塞了 那一定要么可以收 要么怎么的了 对吧 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收 哪一个可以发了 他们 请问他们 最挑 当我这个东西第一次解堵塞 一定是什么 当我这个东西第一次解堵塞 一定是他可以收了 这没错吧 那么他可以收了 意味着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呀 他可以收了 我意味着接下来干什么 说我接下来 是不是要用Except 是不是从里边把它取出来就行了吧 好了 你看看啊 咱们在这个复循环的过程当中 咱们只是拿到了套接字 那个数字 而拿不到那个套接字对象 但是呢 咱们将来接下Except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 需要用到那个套接字才行吧 请问这么多 这个地方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看上 if fd等于 等于 看啊 tcp server socket.fail number 请问我接下来这么多 行不行 你返回的这个值 请问是不是一定是我那会往里面注册的那个值 只要这个值和我接下来这个套接的 这个间接套接的这个值能相对应的话 请问是不是一定能保证 我刚刚得到是他可以有动作了吧 那么他只要有动作 我接下来又因为我的tcp server socket在这个变量在这个地方定义的 我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完全可以直接用啊 好了 我接下来把这个新的客户端接收到 把它挪到这啊 等待新的客户端到来 那么接下来把这句话呢 往右说一点就可以了 好了 同学们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这个成功了的话 请问咱们按这个图来说 意味着这个图里边怎么的 意味着这个图里边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接收到一个新的 新的客户端接你了 而且你接下来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套接的了吧 你想让house系统帮你检测这个新的套接的 你的怎么着 是不是把它扔到里边去啊 想要扔到里边去 是不是咱们通过resist 是否才能接下 那么延维之一是这句话做完了之后咱们怎么着啊 是不是就对resist做错了吗 EPL.resist resist在哪儿呢 在这儿 resist 然后做的谁啊 做的谁 newsocket.failnumber 然后监测它的什么 是不是也是监测它的输入了吧 可以吗 你这个套接的是不是等到别人给你发数据的时候 你从这个套接里面述动下 你告诉house系统的时候 你通过注册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告诉house系统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去监测一下 来来数据吧 好了 现在这里边就有两个了 到现在为止啊 就到这儿 已经有两个了 接下来的话你先甭管它 甭管下面的代码啊 就到这儿 已经有两个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去看这点了 这个程序呢 接下来继续跑到这个地方来等着 请问这个哥们收默认堵 堵到什么时候为止 要么这个可以收了 是不是要么可以 这个可以收了吧 假如说这个时候又来了个新的客户单 假如说一个新的客户单到来 假如说第二个客户单到来了 前面意味着什么 哪一个可以收了 哪一个可以发 啊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可以收了吧 操作系统就会告诉你这个可以收了 它是怎么告诉你的 第一个体现 你赶紧解读色 第二个 返回的列表里边是圆祖 这个圆祖里边 有我刚刚告诉你的FD 有我刚刚告诉你的疑问者 是个道理了吧 好了 来看一下啊 当我第二次解读色的时候 这里边是个列表 我接下来复我循环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请问有几个元素啊 这个列表里边有几个 假如说只有这个有反应的话 有几个啊 是不是只有一个 这个一个里边是不是一个元素而已了吧 我得到了一个 请问什么 我接下来这个再去判断 请问这个是不是依然成立啊 这个成立我就accept 只要我一accept 我就有一个新的套结词 怎么着 接下来我又把这个新的套结词 对应的文件名 我说服注入到这里边 请问是否意味着 又多了一个 那么延维之意识 如果这个流程再来一遍 那么请问 是否也就意味着这里边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了吧 三个浏览器 这里边有三个套结词 对应的文件名是否 还有一个坚定套结词 对应的名是否 这里边是不是一共有四个 好了 来 这个时候我就来了 我再来一遍 假如说 假如说当这一次资讯完了之后 我再来的时候卡到了这个地方 不是啊 这个期间 哎 正好 一号浏览器 三号浏览器 都有反应 请问 这个表示一号 这个表示三号 这两个是不是都有反应 这两个都有反应 我将来是不是就会截堵色 请问 我这个哥们是不是就是又会截堵色了吧 我这个哥们截堵色 返回的列表里边 分为两个元族 这个没错吧 这两个元族 一个标记 这个 一个标记 这个 是不是一共是他们两个 那么我 接下来 for循环的时候 请问 是否应该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 应该调用receive 这个也应该调用receive 而不能调用accept 没错吧 因为只有这个 是不是还可以调用accept了吧 所以说 我接下来 请问 这个套接字 这个if判断 还能成功吗 这个if判断不成功 请问 是否意味着 你接下来应该在这个地方 应该写下来的else 或者是lf了吧 lf 只要第一个条件不成立 请问 剩下的 其实都是什么东西 你即使把这个东西 换成else的话 剩下都是什么东西 其实剩下的 是不是都是 另外一些套接字了吧 你看 这个if判断来区别出这个来 只要这个不满足 剩下的else 那么请问 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个 要么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会多那个事情了吧 好了 那么咱们为了保证 一定是后边那几个 咱们写上lf lf什么呢 event 等于 只要这样的套接字 有反应 请问 事件类型 是不是一定是这个事件类型 我就把这个事件类型 我复制一份拿过来 粘贴 那么这个 ok 来我说了 判断 已经链接的客户端是否有数据发送过来 如果是这个lf它会成功 请问成功的话 接下来干什么 成功的话 我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我接下来按照 是不是应该reserve数据 收到了数据 我接下来应该掉一个函数 完成数据的处理 接下来 我是不是再去 for训练第二次 我取下一个套接字 我接下来 是不是再为那个客户端 是不是服务了吧 好了 那么看这个地方 我的目的是 接下来我要用 套接字.reserve 请问 在这个复合循环循环的过程当中 有套接字吗 在这个复合循环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套接字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标记这个文件描述符的 那个数字 标记这个数据类型的一个数字 一个列表 列表里边是原子 它在一个原子里边放了 它在一个原子里边放了 请问他们 返回的这里边 要么是一个FD 是不是要么是一个事件类型 根本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套接字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很尴尬 一件事情 同套接字 变到 它的文件描述符 用fail number 直接获取 但是你给我一个文件描述符 我得不到你这个对象 你能列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大家注意看 我给大家设一个方案 如果我在这外面 我有一个字点 字点是打贵号 没错啊 字点 我呢 这里边呢 value值 写sokit value值写sokit value值写sokit 前面写什么东西呢 我写上FD 那么同学们 注意看 当你此时 在去负物循环的过程当中 你的FD 如果要是在上面的话 有的话 我接下来拿着我的FD的文件描述符 到你的字点里边 去取他对应的value值 请问我取出来的是什么 是不是取出来 是不是对于他对应的套件字了吧 那么接下来把那个套件字 放在这不就行了吗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这个数据迎刃而解 那么关键点 是我这个字点里边 哪来的这些东西啊 请问 我在注册完之后 我只要往这个字点里边 添加这个套件字 以及这个套件字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请问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这个字点里边 是不是就越来越大了吧 对不对 没错 就是这么用 好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 加一句话 咱们首先定一个 这个列表 还有吗 列表就不定义了 定一个字点 比方说FD EventDict 下关线 Event 下关线Dict 然后呢 等于Dict 这啥意思啊 字点 对定了字点 接下来干什么呢 接下来我在这个地方 往里面添加 你先跟着我的搜索走 以后我会再给你重复的 到时候就可以理解了 我往这个字点里边 添加一个东西 是不是写上括号 等于一个什么 同学们 New Socket 那么前面的这个V6值 这个K值写什么呢 NewSocket NewSocket FailNumber 写上它 写上它 好 对吗 来看着啊 来我给大家摸一下 摸一下这个过程 别晕 别晕 看着 这个代码 不重要 过程理解就行了 看着啊 刚开始的时候 这里边是不是只有一个 尖锐套结词 对了 文件没有说法 对了 它是文件没有说法 不是套结词 是一个数字 好了 接下来 我的程序卡在这 卡到什么数位证 有一个浏览器 我把这两个挪掉啊 一个浏览器 接下来三次过程成功 请问同学们 是否意味着 套作系统 会检测到这个哥们 是不是可以输了吧 他就会告诉你的程序 这个哥们可以输了 怎么告诉咱们呢 体现 这个东西 截词上 我怎么知道 是谁可以输了呢 返回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 有个原主 这个原主 此时一定标记的 是这个没问题吧 一定标记它 好了 接下来 你这个付货循环 里边只有一个原主 那肯定是 咨询完一次吧 咨询完一次的时候 请问这个满足 还是不满足了 百分之百满足 因为你当前 这个BPL 这个一泡对象里边 只有一个套结词 对应了文件没有说法 所以说这个 是不是一定是它呀 好了 一定是它 请问同学们 接下来我一定 要有个accept 我一定有个accept 我就有一个性格套结词 没问题吧 我把这个套结词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首先注册 请问 他得到了一个性格套结词 我把这个套结词 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注册到里边去 请问是不是 它就正确了吧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 我向这个字典里边 添加了一个key value 添加了这个key value 是什么呢 就个例子 假如说这个套结词 它得到的文件描述符 是三 我只是假如说是三 或者假如说是四 请问 这个地方 我把四当作key 什么东西当作value 是不是这个 它对应的这个对象 是不是当作value了吧 对应的这个套结词 当作value 好了 是否也意味着 这里边有一个四 冒号对应的是 此时的这个套结词 是吧 此时的这个sokey的套结词 SKET 这个套结词 那么好了 这点现在就这个 请问这个if成立 这个else 绝对不知情办 又因为你这个false 是只留一次循环 OK 结束了 当我接下来再来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我是不是又卡在这了吧 好了 这个时候 我假如说 这个期间 又来了一个新的 科普端链接 并且 这个已经链接的 客户端 发送过来了数据 那么请问 操作系统 此时检测的时候 这个可以收 是不是这个 也可以收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体现 我解读色 没问题吧 这个列表里边 有两个 是吧 有两个 请问我这里边 循环几次 你返回的 有几个 你就循环几次 这个地方 是不是循环两次了吧 请问 返回的第一个 里边 是不是标记了他 那么我用这个if 来区分出来 是第一个 这个文件 没有数字符 有反应了 那么我请问 我接下来 我是不是就 把这个套机子 拿过来 收数据 得到一个新的链接 把它插到里边去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就解了吧 好了 我插进去之后 请问 这里边多了一个 然后 我的这个字典里边 会怎么着 我这个字典里边 会多一个东西吧 对吧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5 对应的谁啊 那个新的 那个socket 我就简单写了 那个新的socket 可以吧 这个字典里边 此事不就有两个了吗 好了 你既然第一次 循环的时候 这个满足了 那接下来 这个不满足 我刚刚说过了 这个是不是循环两次啊 你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请问这个不满足 是不是执行elf了吧 elf这个条件 一定成立 那么请问 这个时候 干一下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套机子里边 对应的数据 是不是给他receive 收出来了吧 我想要去收 我得得到什么 我得有套机子啊 请问 我只有文件描述符和事件类型 哪里套机子 怎么着 套机子 此时在哪里边就有啊 我 你不是给我了文件描述符吗 我 你不是给我的这个知识5吗 我就拿着5去当做key 我就把它取出来 请问 我取出来之后 总可以receive了吧 你懂我意思了吗 把它取出来 好了 那么此时 这个client socket 根本就没有这个套机子 应该换成什么 换成什么 fd event这个字点里边 我根据谁去取啊 fd去取 是吧 取出来 这不就是那个套机子了吗 因为你添加的时候 添加点里边就套机子了吗 我取出来的套机子 我receive 我请问 我接下来收到数据 我如果是收到了数据 我就这么多 如果我是没有收到数据 对方就挂线了 是不是都是这个流程了吧 那因为没有列表了 这个remote散调 我收到了数据 我接下来按理说 是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是不是应该把文件打开 把数据尽快的发送给浏览器 请问 他又需要套机子 数据咱们就收了 他需要套机子 这个地方给你谁 这个地方给你谁 FD event 这里边的FD 是不是还是这个 这个对应的那个文件 套机子了吧 好了 请问他吗 接下来是否也就是说 我把文件描述符 和我刚刚收到的数据 我都传给了你 你收到了套机子 你收到了数据 你接下来把数据拿过来 然后 我就往上翻一翻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你在这个地方有个content length 请问是否意味着你告诉他了 也就是说你发完了可以再用这个套机子 是不是再重新发送 发送数据了吧 好了 那看着 请问 我发了一个数据 对方又来了个请求 是否也意味着 当我接下来再去调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这个 是不是还会有反应啊 只要再有反应 我接下来这个 A5条件一定能把它取出来 我通过他能够得到他对应的文件 对应的套机子 我通过套机子去搜 搜完之后我就处理 请问这个事实不解释了 那么关键点是 如果 收数据 为空 那么接下来 请问同学们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才会执行了吧 这个地方一执行 咱们的目的是把close给它关掉 把这个套机子给它关了 这个没错 那么请问 咱们这个套机子应该改成谁 应该改成FD Event里边的FD 把这个套机子是不是给关了吧 关了之后 还得干净什么事情 还有两个事情呢 第一个字典里边还有 第二个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啊 咱们得把它拿出去 你说是个道理吧 放进去 用resist 来的话 你拍一拍 往外拿用什么 就resist的注销嘛 那就是注销呗 什么是注销呀 unresist unresist 不知道吗 英文单词里边不是un 一般 un不代表缺乏的意思吗 来unresist 你取消哪一个呢 FD 可以吧 好 对后一步 怎么的 删除列表里 删除字典里边是个key value 是个建筑队 怎么删 delete delete 删谁 FD Event Dict 然后 里边的FD 可以吧 把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就删除 我删除了 试一下 没问题吧 最终也能实现 最终也能实现 这个就是我想给大家说的 这个就是epo 核心点是什么 代码是次之 核心点是 原来是我应用程序去检测 这个可不可以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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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去检测的时候 我需要各种操作系统 所以说我有个拷贝的过程 你说试个道理吧 列表越大 我拷贝的特殊也多 效率相当慢 怎么着呢 我建立一个空间 我需要监测的这些套机子 我扔到里面去 你说的 不能直接扔套机子 扔什么呢 扔套机子 因为文件没有收 那我就扔 无非是 原来我直接进去 不让我进 你现在 是吧 我这个换个样子 我就进去了 繁衍研子都进去了 请问他们吧 通过epo 有个特点 把你应用程序 每次都在去变利 这个列表的过程 是不是交给了操作系统 去做这个事情 操作系统 级别相当高呀 它的效率相当高 是不是最终 是不是就保证了 咱们的执行效率 是不是很快了吧 这就是这个特点 这就是epo实现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这个人写的这个课件上 写的这个博客上 也说到了 里头映射 就是那个空间 事件通知机制 就是来告诉你的应用程序 它是否有反应 它是否有反应 听懂吗 它要比轮巡 我告诉你 也不知快多少倍 轮巡 个数越多 越满 我告诉你 轮巡不仅在这有体现 将来你真正在去开发工作的时候 也是这两种方案 第一种 采用轮巡 轮巡效率慢 但是写起来相当简单 第二种 用什么呢 用事件通知 事件通知效率相当高 但是相当麻烦 一般就是这两种方案 不管你怎么做 一般都是这几种 一般都是这几种 好了 那么这个程序呢 基本上咱就刷到这 从来最后说一点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eepro这个代码 大体了解就行 听懂我意思了吗 不要特别深挖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定乎的点 等等等等 大体了解就行了 因为实际开发 你不会就让你去写个东西了 但是了解这个过程 因为eepro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还会问你 他就会问你 学过多进程 多进程 多进程 学过了 学过了 我做一个服务器 什么快 多进程快 没口两块去吧 你要是说个学生 他还可以考虑 你懂我意思了吗 但是如果你要是把 单进程单线程 自己实现的非诚者说出来 这个人就觉得 这哥们了解的 还是不错的挺深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 把eepro再搬出来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都我意思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画个几分钟 咱们理一理 这个东西 开始